年末了,又开始流行起免费送房的歧视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这种操作已经从广东赵庆传到了杭州等地 比如说杭州,有个业主2021年花了150万买了个房 现在只要你接手他的106万房贷和6万车位贷 房子就直接给你了 但别高兴太早,免费送房不是白菜价 你还得扛着房贷制的大锅 这世上哪有白痴的午餐 这不就是人家把首付省啊 剩下的钱还得你自己还吗 虽然有人喊得送,但真正赶拿的人并不多 因为市场上有更划算的房子 性价比更高的房源多得很 所以网上那些免费送房 大多是商家的舌头,想吸引元气 从2023年开始 深圳、郑州、燕郊等好几个城市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免费送房拼着像坑 其实也反映了二手房市场价格大跌的事实 但前两年房价最高的时候2020年和2021年比起来 很多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掉了三成多 有的房子欠的钱都比房子值钱 那些在高价买的业主或者炒房客现在真是苦不堪言 房子卖不动 就算降价甩卖也可能赔钱 甚至还得点银行补钱 如果不卖 房价可能还会继续掉 每个月还得还一大笔月工 左右为难 要是当工嘛 后果更惨 房子会被法拍 个人信用也会毁掉 所以 这种免费送房其实是一种营销套路 估计到2024年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高价买房的业主 特别是炒房者会越来越着急 因为二手房价格还在一路走低 终止研究院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趋势 一月份 全国10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住宅平均价格 每平方米15230元 比上个月又下降了0.56% 跌幅还比上个月多了0.01的百分点 这已经是连续21个月环比下跌了 也就是说 近两年来 这10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一直没涨过 同比跌幅更是高达3.96% 一月份里 有99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都在掉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8个月 九成波的城市房价都在下跌 唯一逆势上涨的就是三亚 这也说明市场太冷清了 更让人头疼的是 在房价掉的同时 二手房挂牌量是在快速增加 你知道吗 2024年1月 全国14个火爆城市的二手房市场 简直就是疯了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告诉我们 这些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 比去年同期猛增了86.4% 比上个月又涨了3.31% 而且还在不断扩大涨幅 这已经是第七个月 这些城市的二手房价量也都是一路飙升 其中杭州更是夺冠 同比涨了197.76% 其他城市都望尘莫及 上海 大连 佛山 苏州等城市也不甘示弱 涨幅也很惊人 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本来就是冰火两重天 现在更是陷入寒冬 尤其是杭州 二手房上市量像打了鸡血一样 一眨眼就要翻倍了 这么多房子一下子冲进市场 价格战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有些卖家肯定会急着降价抛售 你得知道 房地产制的东西跟金融有很大关系 一旦大家都觉得房价要跌 那就很难再翻什么 这两年 村里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想要稳住楼市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大家对房价的信心都不高 都在观望 等着更好的时机 当然 也有人认为房价迟早会再涨一轮 但是谁也不敢说准 到底什么时候能涨 能涨多少 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对于普通的买房者来说 再等等 或者半年后再买房 可能省下的钱都够中修一套了 网上有个笑话很有意思 说有个人一年前把自己的房子 卖了160万 是炒股 结果亏的只剩100万 他一看 原来的房子现在只卖80万 他赶快把房子买回来 这样一来 他的银行卡里捐多了20万 虽然这是开玩笑 但也说明了现在市场的一些现状 我们现在根据现有的数据 来分析市场的走势 其实也有点落后于实际情况 关键是 现在的楼市已经没有了那种 一夜之间就能反弹的可能 毕竟现在的环境和08年 或者16年已经不一样了 既然再等等可能会更便宜 干嘛还要急吼吼的催人买房吗 年底的免费送房现象 其实是一场二手房市场的大混战 从2023年开始 深圳 郑州 杭州这些城市的房价就一路下滑 跌了三成多 让那些买的房的人心里慌得一批 终止研究院的数据告诉我们 全国百个城市的二手房都在降价 只有三亚治的海滨小城逆势上涨 这让人看了都要吓出一身冷汗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的报告也说 十四的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猛增 杭州更是涨了近两倍 这意味着以后市场上的房子会越来越多 面对这样的形势 我们不免要想 楼市是不是要崩盘了 市场的信心似乎一致不复返 村里的就是措施也没能立竿进饮 大家都在观望本来 当然 也有人对房价还抱有希望 值得总有一天会涨回来 但是这的涨价的节奏到底是什么时候 能涨多少 谁也说不清楚 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市场里 耐心和谨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楼市就像一场马拉松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头扎进去 而是一步一个脚印